世界上的人种主要可以分为黄种人 白种人、黑种人以及棕色人种 但尽管肤色差距较大 这些人种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祖先、智人 若将时间追溯到十万年以前 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先智人 并非是一脉单传的独生子 他其实还有五个兄弟 可遗憾的是 随着智人走出非洲 在称霸之路上愈走愈远 其他五个人种一个都没能活下来 至今只有作为智人后代的我们 还存在于地球上 那么在十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他五个人种又是如何消亡的呢? 目前人类起源于古猿的说法 是被最多人认可的 而从猿类进化成人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也就是南方古猿直立人以及智人阶段 从森林古猿到直立人 时间回到三千万年前 那时候的非洲树木茂密 在非洲的森山中 生存着一只没有尾巴 四只修长的灵长类 它们经常利用树上的藤蔓和树枝 穿梭在森林中 采食各类水果以及一些小型动物 这也就是原类 在森林中如鱼得水的原类 不会想到即将有一场灾难 改变它们的命运 三千万年前 亚欧大陆与印度次大陆相撞 在剧烈的板块运动下 一座山峰拔地而起 这就是喜马拉雅山 这时候的喜马拉雅山 还是一座小小的山峰 不过它很快便长高了 随着它的逐渐增高 到达印度洋的冷空气越来越少 此外当时的非洲东部受到撞击 产生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也就是东非大裂谷这一巨变 直接导致原类失去了它们 一直以来生存栖息的家园 同时随着东非气候愈加恶劣 从前繁茂的树木变成了一根根枯枝 只剩下一片片草原 在树木还未完全消失的时候 谷园还没有放弃爬树 它们的身体也还是适合爬树的状态 在大约六百万年前 东非的树林几乎完全消失 只留下了大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森林谷园只得从树上下到地面 而西非地区还有树木 那里的森林谷园不用下地 就这样下地的那只森林谷园 净化成了人 待在树上的那只 就净化成了黑猩猩 由于草原上少有水果 来到地面的森林谷园 为了生存下去 只能克服曾经只吃水果 和小型动物的习惯 开始捕食比自己还大的猎物 在这一过程中 谷园们原本较弱的腿部力量得到增强 到了两百万年前 谷园的双脚已经适应了地面行走 他们的手也越来越灵活 还学会了使用工具 就这样在两百万至一百七十五万年前 森林谷园已经演化为 可以直立行走的人 由此一个全新物种人诞生了 第一批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 也叫做能人 他也是后续人类的祖先 直立行走让能人的双腿变得强劲有力 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双手 让他们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 也就代表人已经拥有了思考的能力 脑容量也越来越大 尽管早期人平均身高只有1.4米 但凭借智慧 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取资源的能力 此外 直立行走还让人拥有了迁徙的能力 在大约150万年前 人们开始迁徙 将足迹踏上了欧洲中东以及亚洲大陆 并且这些不同地域的人 逐渐演化为不同的种类 也就是海德堡人 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 佛罗勒斯人 马洛洞人 以及智人 智人与其他人种的交锋 其实智人是最晚走出非洲的那批人 不过虽然出场时间晚了点 但智人还是后来居上 夺下了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海德堡人 生活在距今约60万到10万年前的非洲 他们的面相与欧洲人相似 在智人走出非洲后 这两种人类因领地迁徙而发生了斗争 最终是海德堡人败下阵来 马洛洞人生活在14000年前 但是其面部特征却像是10万年前的人类 虽然进化成了晚期智人 可是马洛洞人的身体结构却十分落后 因此他们极有可能是被自然淘汰的 而非被智人消灭 马洛洞人 丹尼索瓦人与智人同源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地域隔离 两者已经进化成了不同的属性 因此在五万年前狭路相逢时 智人也没有心慈手软 而是选择消灭了自己的这一近亲 至于佛罗勒斯人 这是最晚灭绝的人种 在大约一万两千年前 佛罗勒斯人很有可能与智人 因争夺海洋资源 而发生了争斗 结果被智人消灭 佛罗勒斯人最后是尼安德特人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一人种并未完全灭绝 据科学家统计 部分非洲人的基因就来自于尼人 而除了非洲人之外 其他智人的DNA中也有大约2%到4的基因 来自于尼人 尼安德特人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不二法则 对于人类世界也同样适用 在与其他人种争夺土地与资源的过程中 我们的老祖宗制人凭借智慧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由此才有了我们 不过如果老祖宗们没有选择血肉相残 而是和平共处 那么我们也应该与动物一样 有许多的亲戚不至于如此孤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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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户 geht hybrid